Hello,大家好,我是米豆妈妈 今天我们是在小西宁的外婆家露营 所以小奶奶姐姐没有在这里 来,小西宁跟大家说哈喽 哈喽,好棒哦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故事是这一本 名字没有猫 没有名字的猫 然后背面还有,哇,它看起来好不担的背影 猫咪 名字没有猫 没有名字的猫 哇,这边有好多只猫哦 小朋友们有没有看到 好多好多各种不同的猫哦 哇,你看 这只猫咪,它躲在黑暗的角落 看着外面 它在看什么呢 哇 啊 诶 哦,它说 我叫猫 我叫猫 名字没有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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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我叫猫 没有名字的猫 谁也没有帮我取过名字 小时候 小时候 就被叫小猫 大了之后 就被叫小猫 就被叫猫 哦,给小朋友们看一下 哦,它躲在黑暗的角角落 嗯,对 这是一只流浪猫 嗯 然后呢 哦 町の猫たちは みんな 名字 名字 靴屋さん の猫 はレオ 僕の名字 はライオン という意味 なんだぞ レオ はいつも 自慢している 他说 商店街的猫 每一只都有名字 哦 鞋子店的猫 他就叫做 レオ 他每一次都说 我的名字 是 狮子的意思 哦 非常的 非常的 开心 我的名字 是 狮子的意思 哦 哇 你看 那 レオ 还有自己的箱子 哦 哦 然后 哦 这个是本屋さん 对不对 这个 哇,好多好多的书哦 本屋さん 人手店 本屋さん 本屋さんの猫 は ゲン 哦 ゲンタの ゲンは ゲンキのゲンだって ゲンちゃん こんにちは お客さんが 必ず声をかけていく ゲンタは店の人気物だ 啊 這個是書店的猫 書店的猫 書店的猫的名字 叫做ゲンタ 哦 他說 ゲンタ的ゲン 是 很有元氣的ゲン 哦 然後 就是 每一個客人來一定都會跟他講說 ゲンタ ゲンタ 午安啊 啊 啊 ゲンタ是 書店的大家的 哦 人氣的 非常有人氣的猫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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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這個是 ガオヤさんの 猫は チビ 哦 他說 這個是 蔬菜店的猫 他叫做 小不典 咦 一點都不小的小不典 哦 原來是他小時候很小 所以叫做小不典 啊 現在 呃 現在 呃 現在被叫起來有一點 有一點 恥ずかし 有一點那個 害羞呢 因為我已經不小了 對不對 啊 這個是 哦 そば屋さんの猫は ツキミ 這個是 哦 麵店的猫 他的名字 就叫做 月介 月介 咕嚕麟麵的月介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 パン屋さん パン屋さんの 仲良しコンビは ハイジ トクララ 這個是什麼 麵包店的猫 來 一隻就叫做 ハイジ 一隻就叫做 クララ クララ 那 再來 哦 這是什麼店呢 哦 キサテンの猫 這個是 咖啡店 咖啡店的猫 叫什麼名字呢 哦 他說 咖啡店的猫 二つ名前を持っている 唷 他有兩個名字哦 阿巴 那個 如果是奶奶的話 就是叫他 咖啡店 咖啡店 然後 爺爺的話 就叫他 シロマル 一個是咖啡店 一個是 白白圓圓 對 但是 無論叫他哪一個名字 他都會 喵 的 來回答哦 啊 然後 這一個是什麼 什麼地方呢 這個是 哦 這個是寺廟 寺廟裡面的 貓呢 他的 名字叫做 Jugemu 哦 這個是很長瘦 然後 很吉利的一個名字哦 哇 你看 我們的 流浪貓 哦小小的 還有圓圓的 看著這些貓 好好哦 他們 為什麼都有名字 我都沒有 我也想要有一個名字 對不對 いいな 僕も 名前欲しいな 然後 你看 這 有浪貓就跑去 跟Jugemu 講說 好好哦 我也想要有一個名字 哦 然後 這個寺廟的 貓就跟他講說 自分でつければいいじゃない 自分の好きな名字をさ 一個一匹人分の名前ぐらい 探せば きっと見つかるよ 他說 你如果想要一個名字的話 那你自己取就好了呀 對不對 你可以自己取 你喜歡的名字啊 這樣子 就是 一隻貓的名字 應該很好想吧 嗯 然後 然後 一邊走 一邊想 哦 好きな名前 好きな名前 我喜歡的名字 哦 街を歩きながら 僕は探す 一邊走 走在路上 一邊想 哦 頑張 矢印 車 自動車 自行車 車子 哦 然後什麼 看板 什麼的 哦 どれもちがう ちょっとちがう 全然ちがう 好像 哪裡不太對 好像 完全不對 欸 完全不對 哦 他說 你看 狗狗也有名字哦 他說 他的名字叫做 たろくん 然後 你看 花也有名字耶 咖啡 還有 咖啡 啦 嗯 然後呢 可是 大家都對 流浪貓 哦 都是 都是叫 汚い猫 変な猫 好髒的猫 好奇怪的猫 哦 那些東西 都不是名字 然後 或者是叫 頭大 喂 熱いけ 走開走開 吸吸吸 走開走開 那些東西 也都不是名字 嗯 啊 看 外面開始下雨了 吻 なかなか 止んだ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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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址都下不停的雨 啊 這都是下雨 下雨 下雨 心中が 雨の音で 一杯になる 就連我的心裏面也 滿滿的 都是雨的聲音哦 哦 有一點點悲傷 嗯 啊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女孩蹲下来看着她 她说什么呢 你肚子饿了吗 好温柔的声音哦 也还有一个好香的味道哦 然后这个时候猫才突然知道了 そうだ わかった 欲しかったのは名前じゃないんだ 她说原来如此 我终于知道了 原来我想要的不是名字 是什么呢 名前を読んでくれる人なんだ 是一个能够温柔的呼唤我的名字的人哦 小妹妹 然后还有她的爸爸 对不对 在跟猫咪玩哦 小女孩就跟她说 哇你的眼睛是绿色的 所以我就叫你哈密瓜吧 过来哈密瓜 我们回家咯 哇你看 这些的吗 全部都有名字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名前のない猫 现在已经是有名字的猫了 小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的故事 那也是我们小朋友们一个经节 福音七章十二节 所以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人 让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 哦 主耶稣 主啊 给我们有温柔的心 我们愿意怎样 人家怎么样带我们 哦 我们就要怎样带人 主耶稣 我们愿意这样操练 求你保守我们 阿们 那我们下次见嘛 拜拜